百万大军困奈良 外无救兵内无良 有朝一日成破了 是定叫你哭爹的哭爹 喊娘的喊娘 几句参词念吧 您就当我呀讲了个笑话 实际上呢 现在呀都是世界和平 哪会有这些事去呀 只不过呀咱们这个邻国呀 办的这点缺德事 咱们听着确实可恨 其实您恨吗 您恨 哎这个日本人恨不恨呢 日本人他也恨 可是说呀 这缺了德的政府啊 办了这点缺了德的事啊 咱们也没折不是 这我劝您呢 这海鲜该吃吃 日子该过过 骂两句衔接就得了 哎多说多想啊 是但用没有 得嘞 说您呢就如同说我 咱们赶紧抓紧时间说书啊 别的事啊 咱也操不着那份心 这做来说呀 不能太遭恨 小到一个人呢 大到一个国 你瞧这准干儿 韩国太遭恨了 最后啊 就导致亡国灭了种 这句话呀 咱们也不白说 咱们呀 和那个世界上那些讨厌的政府 讨厌的政治家 共勉 随着这个1757年 哎那年是 前后是20年 这阿姆尔撒纳呀 因为出了天花 就病死在俄罗斯的托伯尔斯克 二十俄里以外的一个叫做呀 库杜斯克的九场 这清准战争啊 基本就算结束了 最起码啊 这清正准盖尔阿姆尔撒纳部 这个实权武功当中的这一功啊 算是结束了 这赵慧呢 带领了自己的八级部队 继续留在北疆 也就是当年的准部啊 搜寻那个小谷的叛军 要说这会儿的赵慧 他心里不安呢 他为什么呢 因为他时刻呀 心系着南疆 现在呀咱们说呀 是这个新疆的南疆 实际上那会儿啊 这整个新疆啊 那天山一阁呢 他分两个部分 北边啊 是准戈二韩国 哎这清朝人管他称作叫做准部 这南边呢 叫回部 这个呀 您现在的少数民族朋友 您得理解 这清政府啊 称呼这个信仰伊斯兰的少数民族啊 他只有两种称呼 一种呢叫做缠回 另外一种叫做汉回 汉回啊 就指的是回民 现在咱们说的回族兄弟 缠回呢 就是指生活在这个回部 也就是啊 现在新疆的南疆一带生活的少数民族 他为什么叫缠回呢 因为这些穆斯林的头上啊 哎指的是男人啊 头上都缠着很长的头巾 所以说呢 对这个穆斯林文化呀 没有什么了解的满洲人 也只能从服饰上区分这些穆斯林 那这赵慧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啊 这南疆的穆斯林他烦了 最让人生气的是啊 这烦的两个人呢 他太讨厌了 哎大小合卓 大合卓 波罗尼都和小合卓 霍基寨 这为什么叫大小合卓呢 因为他们两个人呢 都是这个维吾尔的封建领主啊 叫马汉木特的儿子 亲哥俩 哎这个当地人呢 为了嘴上好区分呢 哎就称呼他们为大小合卓 这个大合卓自然就是这个哥哥波罗尼都 小合卓啊 就是个弟弟霍基寨 那这赵慧为什么生气呢 他生气就是因为这哥俩啊 白眼狼 其实这哥俩啊 全是这清朝八旗大军 从这个准嘎尔人的监狱里啊 解放出来的 这二位啊 原来都是准嘎尔韩国的这个囚犯 人质 至于啊他们为什么反 怎么反呢 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啊 咱们今天暂且不讲 咱们就说这赵慧吧 这哥俩啊 刚一举起反旗的时候 实际赵慧就向乾隆皇帝建议 领兵要去评判 可是那会儿的乾隆皇帝啊 说实话 恨这阿姆尔萨纳 恨的这个牙根子 已经拔杖长了 势必先铲除阿姆尔萨纳而后快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就训斥了 以赵慧为首的这群前线的清军将领 说你们干事啊 得分主策 先把呀这阿姆尔萨纳逮着再说 那这赵慧就只能按照皇上的旨意来办了 草原上啊还有任何的反叛势力 他都不能离开北疆 这会儿的赵慧啊 正拿着一把大书子 给这个北疆啊输地呢 这结果呢 大伙也都知道 前两天咱们聊过这个事 整个准干二杭国在名义上 实际上没有啊 在名义上亡国灭了准 大清国的八旗军第三次进疆 实际上呢 不光是为了捉拿阿姆尔萨纳 关键是啊还有其他的韩王反了 这乾隆皇帝分封的这四位韩王啊 结局最好的呀 就得说是杜尔伯特布的大汗车陵 车陵和他的部众没参加造反 人家在旁边抱根本忍了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自然是另有封赏 那么要说这个罪冤的呢 那就得说呀是这和说特布的大汗 沙克杜尔曼纪 对了就是那个咱们讲过的呀 雅尔哈善下令言相师实施的 四千人的风雪夜大屠杀 那么谁真正反了呢 挑头的呀就是这个 嘎勒藏多尔记 绰罗斯汗 配合响应的呀 就是这个辉特布韩巴雅尔 关于这个巴雅尔叛乱被擒 这里边的故事啊 还是有一些的 只不过呢 咱们选择讲故事的方向啊 把这些都忽略了 这也怨我啊 这早早的就把自己编出来这些故事脚本呢 给刨了 也是我呀 憋不住进 想早点的讲英雄 咱们那期的这故事的主角啊 实际上说的是海兰茶 咱们主要讲的就是 这海兰茶一箭射中了巴雅尔的肩膀头子 结果呀 把他生情活拿了 所以呢 这个巴雅尔这个人物的底 我都交给您了呀 也没有什么细节 咱们可以再补充的了 既然被活捉那就是拿奔京城 最后在京城啊 让乾隆皇帝开刀问斩 这八旗军第三次入疆啊 目的地还是那个地 哪儿啊 就是原来准夹啊 韩国的都城 就是那个故事辈出的城市伊犁 乘滚扎布带领着北陆大军 这赵慧啊 统领西陆大军 目的地呀都是伊犁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会儿叛军的头子 他就在伊犁 是谁呀 就是导致着草原上 韩王大叛乱的 绰罗斯部头人 嘎拉藏多尔记 要说这乾隆皇帝 分封四汗以后 这心里最低方的 就是这个绰罗斯部 因为绰罗斯是谁呀 跟这个大清朝 斗了百十年的 上至嘎尔丹 下至策望阿拉布坦 乃至嘎尔丹策灵 以及这末代大韩达瓦奇 还有啊 就是这个造了反的 嘎拉藏多尔记 这些人无一例外 都是绰罗斯家族 要说这些个绰罗斯 他可是这墨西蒙古 这厄鲁特的一大支 并且呀 是绝对的贵族啊 那您想啊 出大韩的这个家族 他能不是贵族吗 这乾隆皇帝呀 想了 不把他们这一支 封为四汗之一 说不过去 可是封了四汗呢 又把这只野心不过的家族 势力逐渐扩大 到时候又是自己手里边 一块烫手的山芋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 也是处处提防他们 分他们的牛马牲畜啊 自然也不多 给他们的草场呢 也不是很肥美 结果呢 这嘎拉藏多尔记呀 还就真给你个样瞅瞅 还就真反了 自己反不说呀 还带反了 灰特布的太基巴尔 并且呀 还联合了图鲁番的伯克 莽嘎里克 这呀 在乾隆皇帝的眼里 那可就不是你走投无路 才造的反 你的造反呢 简直就是有预谋 有策划的 并且呀 为此还串联了 联合了 所以说呀 就是极其可恨的 那事实是这样吗 他事实也是这样 那他嘎拉藏多尔记 他为什么反呢 他呀和这个叛贼 阿姆萨纳一样 也是看中了 这四部总函的位子 只不过呀 他觉得自己老了 这四部总函呢 不用自己来做了 他想推举自己的儿子 做这个墨西蒙古 也就是原来 魏拉特四部的总函 就在他四处串联呀 正要实施自己的计划的时候 可是呀 这儿子太可信了 寿数不行死了 这嘎拉藏多尔记 一琢磨呢 既然儿子死了 那干脆这四部总函呢 就由我来做 就这么着 他才反了 那他 兴臭罗斯 他自诩是正根正派 他就一定啊 要住进原来准着 二韩国的都城 也就是伊犁 所以说这 清朝八旗大军呢 兵分两路 才直扑伊犁 就是要掐住 他这个肥手 这赵贵也打到伊犁城啊 没费什么劲 就进了伊犁了 那有人说 怎么这么容易啊 哎 您纳闷吗 这赵贵也纳闷呢 于是这赵贵就赶忙啊 审问这被俘虏的叛军 被提到这个赵贵大帐里边的呀 是一位 绰罗斯的宰丧 这赵贵啊 坐在这个帅案后边 一拍胡胆 就问这位宰丧了 说你们大汗呢 这位宰丧啊 抬了一下头 看了看赵贵 怯了怯气的说 回大袁容 您问哪位大汗呢 赵贵说废话 当然是嘎拉藏多尔记了 这位宰丧一听啊 说哦 您问老大汗呢 死了 赵贵说 怎么死的呀 哦 是被他的侄子 我们的新大汗 嘎拉扎尔布给杀了 赵贵一听啊 这个嘎拉扎尔布 他知道 是这个嘎拉藏多尔记的侄子 和他一起判清 那怎么还这耗子动刀 都窝里反了呢 这位宰丧一说啊 您别急老袁容 您听我慢慢的给您说 在我们绰罗斯部里边啊 有一位台籍 叫达瓦池 这个达瓦池啊 和我们这个新大汗呢 扎拉扎尔布啊 关系非常好 他就窜着我们这新大汗说呀 说你把这个老汗杀了 我们就要立你为函 赵贵说 哦 那然后呢 那然后就很简单了 这新大汗带着人呢 就来了伊犁 然后呢 就趁这个老大汗喝醉之际啊 就把我们这老大汗 嘎洛藏多尔记给杀了 那这赵贵得接着问呢 那你们新大汗哪去了 那这位宰丧继续眨眨眼 眨眨眨眨眨眨眨说 死了 那赵贵说 又是怎么死的呀 这位宰丧说 回老袁容 您不知道 哎 原来呀 这达瓦池啊 他虽然是我们绰罗斯部的人 您别看呢 他还是一位贵族 是位太子 他呀早就被这个阿姆萨纳收买了 是这个阿姆萨纳留在我们绰罗斯部当中的一名间隙 这些挑唆的话呀 都是这个阿姆萨纳教他说的 我们这新大汗呢 把这老大汗杀了之后 还没高兴几天就让他呀给捅死了 这召回一听 这都是什么臭杂半子事啊 那这个达瓦池哪去了 那这达瓦池 这达瓦池跑了 据说呀是上这个哈斯克去投奔了阿姆萨纳 照会说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这个要知道你们这样 我们干嘛还清剿啊 让你们自生自灭就完了 从此处我们也能看出 这清军的清剿乃至初天花啊 虽然是这准杆韩国覆灭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啊 他们自己互相残杀也是一方面 所以说才有的这个圣武纪上所载 这些个厄鲁特简直就是自相吞噬